我叫李大雄 是泥水供应电公司的一名客户经理 工资上主要服务电力大口味 生活中 我喜欢当机员主持人 今天去参加泥水供式宣传片拍摄 说不定还能认识漂亮女士 这对于28岁的 通知公司重要 停 停 哎呀 怎么开车呢 哎呦 我的胳膊肉 我的波浪盖 我的腰间盘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不就得了 哎呦 哎呦 就这么走了 哎呦 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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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一会儿呢 要说的话就学大手签小手 恭喜你 导演大家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开始 好的 各位志愿者集合了 集合了 各位志愿者集合 集合 各位志愿者集合 男一号呢 男一号呢 男一号 到 哎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快换上 导演都准备好了 叫单位准备 开始 大手 千小手 共户母亲和 看 新许实业公司 这个地方还没交新呢 我听话都打了好几次了 一直没交 那么今天是这个月底的 今天五天了 李大学和妹小都凉了啊 你们去下现场看一下 尝尔去互通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一定要把这地方交新的 好吗 好 这不是 好 这不是 哎 您好 那个 请问你们王总在吗 他现在不在 我现在要助理 他现在不在 我现在要助理 你们先坐一会儿吧 哎 您好 您请 您好 您请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是滴水购建公司的客户经理 我们是滴水购建公司的客户经理 今天晚上是来要钱啊 天天最烦不烦呢 今天是 今天被结算了最后一天了 今天已经多次和你们沟通过 如果今天再不结薪的话 明天就要产出委员金啊 老板子 明天再说 其实贵公司的 呃 用费量还是非常的大的 这样的话 委员金对你们公司的 损失也是非常的大 说那么多 还不是来要钱呢 那这样吧 呃 等你们老板 把任命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然后再过来 我们就一直在这边等 不管多晚都等 你看料行吗 老板 赶紧给你公司的衣服 赶紧不走 我真讨厌 你快点回来吧 嗯 嗯 到底是谁带你不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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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啊 啊 过来 王总 我们是 我是 沥水供电公司的客户经理 李大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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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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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续电费啊 王总 这次我是来为你们企业提供服务的 坐下 导师要看看你能提供什么服务 说上 我们贡献公司打电助寄活动 推出服务请用的实践实施 今天我是来上门为你们服务的 实践实施包括 缩短夜后发生时间 完善电解脚配通道 优化优变 打错 说重点 重点就是能为你们企业省钱 真是好善呀 这个省钱虽然重要 但是这个用电安全更加重要 要不我先到你们厂里看一看 然后为你们做一个用电安全检查 顺便摸清一下你们企业的 想细用电情况 走吧 我带你去便宜房转这 要有人吃过 没事 忙着呢 你们这些女企业家 你个个都在 都在 房总 这个用电方案我明天给你拿回来 大家行吗 那今天就这样吧 再见 要不要吃饭 先把药吃完再吃 那你吃药 我来给你们讲一下 有点麻烦 这是我们给你们做的一个表面 从这个表面上 你看看 2014年 总体而言 贵公司的功率因素 控制的还是比较良好的 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王总 王总 别叫我王总 叫我书层吧 书层 好 那书层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要不我请你吃个晚饭呗 晚饭 好吧 那走吧 好吧 话说你为我们公司做了那么多事 不会有啥企图吧 没有 绝对没有 肯定是看上我们小金啦 没有 真的没有 肯定是吧 不是 这种 这种茶 喝了对你感冒特别好 它具有清热 浆火 解毒润肺的功效 小心烫 慢点啊 小心烫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喂主任怎么回事 喂喂喂主任 我这边希望不再好 我出来给你打好吧 好好好 不好意思我出席一下 你们电力工人可真忙呀 这个吧都习惯了 吃的差不多了吧 嗯可以 服务员 你好请衣服有什么需要吗 你好买单 恭喜二位 你们是本店发过以来 第一万对情侣 所以免单 哦 情侣 情侣其实也不错了 还可以免费吃饭对吧 谢谢谢谢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小金 这个你一会儿去送一下 老板为什么呀 我不去 下 这是我们老板给你的 这是 吃啥味呀 你自己看呗 老板 他在呢 一会儿再动 小金啊 这个我真不能收 我为你们厂做的是服务区 装什么证呢 给你就拿着 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收 你把我当什么人呢 你以为你什么人呀 不要拉倒 老板 老板 七七请他看电影 他居然就直接拒绝了 还说是什么 都是因为最后一公里 真不知很赖 收拾点 你还是不想太多了 知道了 出去吧 对了 成呆 他还说你们要当什么人嘛 怎么 Naruto 好啊 再见 哎 居然已经这点十五了 该下班啊 大学 我先走了 哎 行行 你自己路上小心点啊 好的 没有问题 拜拜 哎 拜拜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号码已经把您拉黑 请您不要再骚扰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号码已经把您拉黑 请您不要再骚扰了 对不起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那声再见 竟是他最后一句 当一艘船消失天气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这 竟是结局 在每个方向 在每个方向抛弃银河的夜里 我会告别 告别我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好想去之间的距离 但一艘船消失天气 当一艘船消失天气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 就像你不知道 竟是结局 在每个银河 坠入神谷的梦里 我会醒来 也忘记梦境 因为你不知 阿龙 过来一下 你怎么又来了 这不你们厂里面 出了点问题 我过来看一下 有问题你就来 今天看上电影 怎么就这么难呢 看电影 什么时候 上次去你办公室 给我们老板送电影票 你还会把我给护出来 电影票 你看我这主脑袋 说吧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们老板 可是你们老板 已经把我的微信给删了 电话也拉黑了 少废话 到底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 我们老板对你也有好感 自己看着办吧 大家好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 请到了里水供电公司 客户经理李大雄 和我们一块儿谈谈里水供电公司的党建筑企活动 那么 在你们这个党建筑企活动开展过程中 有没有遇见过什么误会 不愉快呢 有过误会 对方是一位我负责企业的老板 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女孩 在党建筑企活动开展过程中 她送了我一份礼物 但是却因为误会 我拒绝了她 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她说吗 书成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我始终在大步向前走 连阵的最后一公里 我不敢越雷池一步 爱情的最后一公里 我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走下去 我一会讨论 我现在就要求你 我论你 不仅仅是一个人 我不想的 我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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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是一个人 我论你 我论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